在每个女生心里 都住着一个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 小公主在等待着白马王子的到来 希望王子能把他们从苦涩的日子解救出来 白雪公主咬下毒苹果后 等待着王子的真爱之吻 虽每人被邪恶女巫诅咒后 时候哪天王子能打破沉睡的魔咒 灰姑娘遭受继母继姐的虐待 希望这有天王子的到来 把她从不幸中带走 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是否也有这种公主的想法呢 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童话可以说是每个人儿时的梦 尤其是那些幸福美满的结局 不过当我们长大后 会渐渐发现童话故事里的剧情 和现实是有很大的落差 我相信大多人都明白这点 但有一群人 他在潜意识中就有这种想法 希望某天能和自己的白马王子相遇 希望能通过爱情 反转目前坎坷的命运 实现幸福和满足的生活 这一类人就有着所谓的灰姑娘情节 什么是灰姑娘情节 她们的特征 带来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 在此之前我们先进入一段小插曲 感谢本集赞助SurfShot VPN SurfShot VPN能帮你的网络进行加密 让你安心地畅游整个网络 不止如此 你还可以改变你的网络IP位置 解锁其他国家平台才有的服务 一个账号还可以在无线装置上使用哦 现在点击下方资讯栏或置顶链接 输入我的优惠码 维希 就能享有专属优惠 今月两年还额外送三个月的免费服务哦 不满意的话 30天内还无条件退款 SurfShot VPN 推荐给长长优兰玩偶的你 灰姑娘情节 为什么叫灰姑娘情节 而不叫白雪公主情节 还是睡美人情节呢 首先我们简单的看一看灰姑娘的故事 灰姑娘有许多版本 中国唐朝版 日本平安时代版 古希腊版 格林童话 和儿妈妈的故事版本等等 而大众对灰姑娘的印象 也是最受欢迎的版本 大多是来自法国作家 夏尔佩洛 儿妈妈的故事这个版本 从前从前 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 自从母亲去世后 父亲为了让女孩感受到母爱 于是再婚 娶了第二任妻子 第二任妻子带有两个女儿 她们将成为女孩的继母和继姐 没过多久 父亲也过世了 一起生活的继母继姐 也露出了她们真正的本性 因为嫉妒女孩的美貌 经常会以各种方式欺负和虐待她 让她住在地下室 每天辛劳地做着各种繁琐的家务 把她当作家中的仆人 每次女孩在打扫过程中 都会弄得满身灰尘 因此也被继母继姐戏称灰姑娘 有一天国王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舞会 邀请所有未婚女子参加 同时王子会在舞会中寻找自己的王后 继母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选 于是不让灰姑娘参加舞会 当天特地安排许多工作给她 还毁了她出席舞会的礼服 正当灰姑娘非常失望的时候 一位仙女出现了 仙女使用魔法 变出了四匹骏马 南瓜马车 还将灰姑娘打扮得美丽动人 不过仙女叮嘱灰姑娘 魔法只能持续到午夜十二点 除了脚下的水晶鞋 其他都会变回原样 很快灰姑娘到了舞会 王子很快就注意到了她 并邀请和她一起跳舞 当两人跳得起劲 情投何以之时 突然十二点午夜终身响起 灰姑娘记得仙女的叮嘱 便匆匆地离开王宫 匆忙中不小心落下了一只水晶鞋 舞会之后 王子为了找到灰姑娘 让公爵带着这只水晶鞋到全国 给未婚女子试穿 尽管被继母百般的阻扰 灰姑娘还是试穿了鞋子 水晶鞋与她的脚完美契合 公爵很高兴地把灰姑娘带回到宫中 很快王子也立即认出了她 最终灰姑娘从以往被继母欺压的苦日子 脱离出来 和王子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灰姑娘情节就是指 有一些女性就像灰姑娘一样 也许她们善良勤劳能干 但往往觉得自己身处在不公或困境中 她们渴望着改变和成功的机会 希望生命中有一位王子出现 一旦遇到王子或Mr.Right 就会从此改变他们的命运 让她从逆境中解脱 灰姑娘情节这个概念 在早期就已经存在 而灰姑娘情节一直的流行 是由一位美国作家 Hollett Dowling写了一本 关于女性对独立恐惧的书中提到的核心概念 指的是女性无意识地保有一种 渴望被别人照顾的愿望 和害怕独立的心理 据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灰姑娘情节也会变得更加明显 首先给大家知道 灰姑娘情节只是一种心理状态 她不是正式承认的心理疾病 目前也没有写入DSM中 以下是根据Hellgrades医疗网站的说法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可能会有以下八个特征 第一 过度依赖伴侣的选择和决定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通常会一直听从伴侣的选择和决定 经常将伴侣的意见和想法置于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之上 第二 对独立生活感到焦虑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只要一想到独立生活 就会感到焦虑和不舒服 严重依赖他人的情感知识或实际知识 第三 难以做出重大人生决策 对有灰姑娘情节的人来说 做出重大的人生决策 例如职业选择 财务事项等 可能会很困难 第四 经济依赖和工作不稳定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通常涉及经济上的依赖 可能难以经济上自给自足 或保持稳定的工作 他们可能需要依赖他人的供养 第五 偏好传统角色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可能偏好传统家庭主妇或母亲的角色 而不会追求个人或职业上的报复 第六 渴望强大的伴侣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希望有个强大的伴侣 无论是外貌 情感 财力上 只有强大伴侣才能提供安全感 照顾 第七 不愿走出舒适圈 对于有灰姑娘情节的人来说 他们更愿意在情感舒适圈里待着 抗拒冒险或参与新体验 因为这可能会打破他们已建立好的角色关系 第八 渴望被照顾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可能会明示或暗示非常需要伴侣的照顾 可能是情感上 经济上 或生活上的支持 再次提醒 以上并不是绝对的衡量标准 仅供参考 也不是用来贴标签或自我限制的东西 也许有人看到灰姑娘情节有非常强的依赖性 不过 别把灰姑娘情节和依赖型人格障碍搞混 详细的可以看看专讲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影片吧 那灰姑娘情节的人面临着什么问题呢 以下提供三点和一些建议作为参考 第一 被动的等待 灰姑娘情节之所以称作灰姑娘情节 就是因为它和灰姑娘的情况非常相似 在灰姑娘的世界里 它是非常被动的 只能等待他人的救助 自己毫无办法去打破现状 例如灰姑娘因为不能参加舞会 只能在家无助的哭泣 然而这时仙女出现并使用魔法 给了她一套参加舞会的装备 舞会结束后 灰姑娘又回到自己的小屋 再次默默的等待王子的到来 看来灰姑娘的幸福是从天而降的运气 那如果没有仙女出现送装备 王子找不到或没来找灰姑娘呢 灰姑娘是不是就只能永远活在悲惨的生活里了 灰姑娘情节可能限制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让人避免冒险和追求自己的目标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人能够带来幸福和成功 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完整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事实上不是自己没有能力改变 而是没有相信自己有改变的能力 第二 美丽童话的幻想 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存在美丽的童话故事 为什么童话故事拯救公主的都是王子 因为王子普遍都看作是有钱 有权 英俊的象征 这种观念让有着灰姑娘情节的女性 对男性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 他们希望找到一位完美的男性 拯救自己人生世界的救世王子 把自己从坎坷的生活中救出 在许多女孩心中都想嫁个好男人 当然 人人都需要适当的依靠和支持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人需要女人的陪伴 女人需要男人的支持 但如果将嫁个好男人视为唯一的出路 那就存在问题了 因为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美的王子存在 有着灰姑娘情节的人 可能过度依赖他人的爱和承认 来建立自我价值感 因此要改善这个问题 首先不应该把自我价值和自信 建立在他人的观点上 也许一时间无法长出很好的自信心 但可以从认识自己 培养自尊和自信心开始 人们对童话的幻想 常常只会沉浸在美丽童话的结局里 但那美丽故事的后续呢 公主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在现实世界中 公主和王子的故事并不仅仅止于此 我们还要考虑在一起或婚后的发展 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在找到关系后 很可能会将所有的决定权和依赖权交给伴侣 也就是她的王子 虽然女性确实需要男性的关爱和安全感 但如果过度依赖他人 而觉得没有另一半就无法继续下去 到最后就容易造成一个问题 不平等的关系模式 男性可能仗着主导而操控女性 或是男性无法忍受女性过度的依赖 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反 女性也会因为完全迁就男性 而失去自我主见女价值 或是当关系破裂后 对于意向依赖性强的女性 将要面对失去依靠的恐惧 因此 有些人就认为 女性就应该完全独立 不依靠男人独当一面 不过我认为 不是说女性就应该自己赚自己的钱 又或是女性就应该怎样怎样 然后男性又应该怎样怎样 所谓的男女平等并不是互换角色 而是给予每个角色该有的尊重而支持关系 即使是家庭主妇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选择 总的来说 灰姑娘情节是告诉大家 在寻求或发展一段关系中 别把她过度的幻想 被动的等待被拯救 现实并不能与童话相比 生活终究不是童话 等等 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有可能你就被选中 如果觉得这次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利用小方的超级感谢 小儿支持创作 离开前简单的点赞或留言 都能提升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期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威 感谢观看 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铃铛